好, 歡迎收看兄弟幫 上次我們有請過粵劇名令, 蓋明輝上來 去說戲, 但是說神功戲 甚至說Joyce是自己親身的靈異經歷 這次一定要繼續 有人說到很害怕 原來Joyce不只是演戲, 唱歌很厲害 說這些都這麼厲害 而且越害怕就要看 還要關燈光看 燈好像閃閃 閃閃 不夠厚, 所以這集一定要找Joyce 再跟我們討論靈異故事 好, 感謝大家… 大家好… 好了, 上次說了很多 這次有甚麼提供給阿祖 我是第一次 第一次 給他一些堅人 你怕嗎 我很怕, 但我會聽 我也怕, 但很精彩 說回由遠至近 好嗎 遠 幾十年前的另一個地方 當時我們粵劇也很豐沛 周圍登台和華人島的地方 很多時候…我記得當年 有波叔在那裡, 波叔, 梁省波 叔叔, 即是前輩 他們當年年輕 當然說不怕, 不相信 那裡有一個茅山師傅 是鬼王, 很尊貫這件事 跟戲班的朋友也很相熟 因為去到那些, 就要他幫忙 去看看他的場合 其實他們有甚麼頭暈生意 以前不是那麼多醫生看的 是 很多時候我們在川州過省演戲 很難找到大夫 很多時候遇到不開心 或是否有些不舒服 或不舒服 鬼王, 給我看看有些問題 每次在川州過省演出戲時 鬼王也會脫斷嗎 不會…他在那地方居住 好 去到附近演戲 他一定會探望他們 是 大家可以加持一下 是 鬼王說你們不可以不相信 他真的不相信 你真的不相信, 早團, 早個團 你不相信當然不是吧 整晚大老官那些說不相信 大家一起坐旅遊巴 一定是晚上 計較好時辰, 去墳場看 其實晚上就這樣 一定要晚上才能… 勁氣比較強 是 大家想去就去吧, 要死嗎 波叔是其中一個角色 波叔是一個很橫皮的小朋友 對, 他也想玩一下 對, 我要證實一下 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是 終於到了 鬼王就撤壇 做完所有儀式 然後吩咐他們 不要亂說話 我有一個老師 教我唱粵曲的老師 他也不太相信之間 帶著手提錄音機 跟手提錄音機 我錄回來看甚麼 有甚麼效果 劇奏帶的 對…傳統那一首 他也有好奇心 看到撤壇後 突然間哥薩那是風沙走 好像做效果一樣 好像十步風球一樣 吹得很暖暖 風雲變色 真的像拍戲一樣 軟一點沙塵上來 很久沒一個墳墓 古代的墳墓 總之不是西式那麼漂亮 是甚麼樣子 圓圓地很大 圓圓地, 像祖墳那些 也挺恐怖 那些才會害怕 每一個墳頭都會慢慢… 出現一些幽隱 即是他怎樣形象 煙 聽我老師說 有些沒有頭、手 當時他怎樣死 像小精明一樣 他怎樣死 或者以外生亡 就是那個樣子 就是那個樣子 即是他的死狀 就是這樣 出現他現在的樣子 如果他淹死, 可能會破壞 臉都腫了 總之是沒有玩意好 總之他出生後 我聽他說得很精彩 說, 走吧 當然要撇 大家都很害怕 於是想上旅遊巴 鬼王就說 你們不要上去住 他們都上去了 整艘巴士已經凹凹 好像坐船一樣 鬼王就說 讓我先上去搞定他 拿著一堆香 就上去走 把他們的朋友趕走下來 你看, 因為鬼王請出來 突然就請我出來 這麼快就叫我走 沒甚麼禮物不行 對… 就送很多香給他們 鬼王也有交代 一定有 趕走出來之後 吩咐的團友 大家乖乖地上車 不要轉眼看 人很壞, 反叛及好奇心 轉眼看會怎樣? 你叫我不看 走 怎麼了? 怎麼了? 看到一個樣子 就是沒有眼睛, 口鼻的 去舔他們 又有口… 對… 有口鼻… 感覺上的形狀是這樣 舔一些玻璃的豬爺出來 明天就回來 就像捉鬼感死隊那樣 其實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拍戲 其實他們的界別就是這樣 那個團有否說… 聽師傅說有多少人在這裡 也有幾十人 幾十人在一起… 很多人都不相信 在墳頭也看到, 在巴士也看到 大家踏上去看電影 好像在爬龍舟一樣 大家就準備好了 你這個墳場 他不會把整個墳場拿走 是某一角、某一角 幾十人都看見你, 沒得不相信 你說一個人… 他們每人看完回來就… 你神經病 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 下次不敢去 也是大師、師傅所說 你其實是尊重的 所以千萬不要亂說 尤其是我們演戲班 我們經常去一些 落鄉的地方演戲 很容易會踏傷也不知道 為何你看不到他 他們又喜歡來看電影 對, 你演戲給他看 其實會是, 他們說… 他們都是戲迷 他們或是離開了都會有一個興趣 那我老師, 就是我教唱歌的老師 就很聰明了 偷錄了一些聲帶回來 對, 那個聲帶 是從棺材頭出來唱一段歌 又是歌類的效果 想真實感一點 他在現場演音樂玩 是玩不到這些效果的 所以他記得當年 他拿了那支聲帶出來 當然是劇設帶舊了 然後去錄音室做一些好一點的效果 修復他 應該是 是 那些聲音也挺瘋的 到我去錄音的時候 即是我自己錄音 因為我劇團開了 開這部電影的時候 很多音樂師傅都很忙 通常都不會日常開工 殺了科 即是演出完夜場之後 吃東西 燒夜之後才開工 總是點幾、兩點 起碼點幾、兩鐘 至三點幾、兩鐘 那段時間才錄音 他錄完音之後 我們當然是演員了 我們現在離開了 再見, 即是晚上了 我們的錄音師就 不要逗留明天做混合 今晚做完它 即是無謂浪費時間 是 我們離開之後 他媽媽在做混合, 做一些教音 外面的音樂, 樂器還沒收 這段曲子要經過一些古增 去增強他的恐怖情況 是 古增是我老師, 他會彈的 他剛做完W0, 做完效果 當然沒有人負責收 只有古增在 古增對著他做混合的位置 有玻璃的錄音室位置 即是隔了 隔了, 站很近的, 十多尺 突然他做了一件事時 整個錄音室是關燈的 他沒有電影, 沒理由 他又再製作, 是彩色的 之前是彩色的 那就是… 之前不是… 之前不是… 白色的 是白色的, 白色的 就是白色的效果 變色後就閃閃閃 她覺得彩色 彩色 她說哪製是彩色的 家裏是光灰的, 最多浪身 怎會燈膽, 怎會這樣 變成很多顏色 然後又閃閃後 全部變成綠色 好, 她開始覺得有點不妥 做事…別管太多了 沒多久, 她還在做那段音樂 她在播放那段 剛才在墳場錄下來的效果 在窗口看出去 有一個物體是綠色的晶體 即是啫喱 有眼有口鼻, 眼有口鼻是黑色的 像豆瀉, 有一個形狀在這裡 她說我相信這是女性 因為她綠色的地方 也有頭髮 有些輪廓 還很古裝 她說一個人形的形狀 從屋頂飄下來那個古增的位置 彈回現在和她做和音的那段位置 一起參與 一起參與 風荒不敗的 好像是…那種感覺很有型 晚上, 她又要拿一條聲出來 然後又要幫她錄 先分別 首先, 聲帶是墳場錄下來的效果 是風… 幾年前錄下來的 對, 幾十年前的風沙走石 風吹雨打的聲音 另外一條聲帶是我們有音樂的 是 有一個女鬼在唱 即是雙倍 加上這段效果就在一起 變成她… 她最後混合了三種… 那種畫在一起 三個世界 我看到那個物體很有型 真的很有型 告訴我, 她的樣子很漂亮 是綠色的晶體 看著她的眼睛 看了一晨後, 她就… 走, 害怕了, 鑰匙也不拿了 扔 然後燈也不關, 就離開 翌日告訴我, ジョイス 我希望你們以後錄一些靈界的東西 不要半夜三更錄 我以為日後一定是人多的地方 她不敢再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信不信由你 發生在自己的團隊 那你以後會否再錄… 有否再錄到這些東西 不敢 因為這條聲帶… 即是不敢再拿這條聲帶出來 現在… 我在演出時, 我在直播玩的 即是我不加這個效果 因為真的有些恐慌 我們感覺上… 一聽到這條聲帶, 我是… 你自己也不舒服 我想回錄音的時候 因為我有份唱的, 是 我覺得還是不要侵犯他們 這是太真實了 因為這是真的在墳場錄回來的效果 你的墳場在哪裡?香港區? 不是在香港, 是另一個地方 這些都是東南亞 東南亞地方 對, 很多戲班聽過一定知道 很多我們粵劇界都會去登台的地方 但是錄音, 其實阿帆也試過 深夜… 試過錄音而已 試過錄音 試過錄到厲害的東西 沒試過變成綠色 沒試過, 因為在電台錄音 有時深夜可能會聽到一些聲音 甚至我們自己在這個廠裡 器材很多時候都會受到一些靈體… 我們經常在錄音 我們在錄音以前都是做廣播劇 等錄音, 因為我工作很久 等人都離開了 我才可以有幾個小時 即是安靜一點, 清晰一點 而且沒有位置 電台, 房間不多 兩、三點才開始 是 正常的 對, 也試過 以前我們那年代用卡機 可能有些聲效, 插餅卡 是試過直接… 播放了幾乎 對, 放了幾乎 沒有自動的 不用的 不是像電台錄音機一樣 MD的 彈出來 是整個餅帶插進去 用完就拔開, 用人手做 很穩定的 你有用過嗎?你沒有用過嗎 沒有 你知道哪方面 我知道 我聽過 我聽過 真的我試過做廣播劇 跟同事一起做 因為有很多制度不及切 以前沒有電腦才做 有些同事說 你幫我按一下, 這個效果聲 這樣幾乎 誰知道按一下 那個人打開, 飛出來 飛出來? 飛出來 有力氣, 彈出來 那這個真是正在 即是不讓你繼續下去 立即睡不著, 抱歉 然後當然要撕掉 那晚不做 鳥飛進來, 站在棚頂上 我三間這麼晚, 哪有鳥飛進來 我上到還沒站勻 就全部報警報告都倒了 好 我全都是向後倒 就被木方黏裂了我尾尾尾尾三的臉 你有沒有試過錄音? 好像Joss那樣 我從這裡試過 是嗎? 就在這個廠裡 錄到其他人的聲音 是沒有人的 有試過嗎? 我和敬畢在錄一個節目 在說一個案件 案件 說一個案件,是真人真事 兇殺案 每次說到那個人的名字 它存在 敬畢的麥克風就會關掉 他不讓他說 這是你的信息 我相信 他整段話說完,只剩下名字 然後我們之後錄錄錦相 每次說到那個人的事情 我們有個屏幕 我們的屏幕會出現綠色閃電 說完之後就消失了 我不知道是否巧合 但不知道為甚麼 解釋不到 我真的解釋不到 所以晚上深夜在錄錄錄音 陰氣很重 綠色是害怕的 因為錄錄錄音是曝光 他們有時尚 還沒有陽光 但晚上的時段是他們很強勁 他們有磁場,影響到器材 綠色… 你說領玻璃兼彈鼓掌 我真的聽過 這就是他親身告訴我 我可以幻想到 他說得很美麗 綠色的物體很有形象 但他不是… 即是真的懂得彈 是公假的 他沒有惡意 只是我純粹覺得… 他想來參與這件事 因為他沒有嚇唬他 慶慶 我覺得很多都是古代音樂人 是粉絲 他彈是把音樂跟彈彈 彈剛才我們唱的歌 他彈現場的歌嗎 現場的歌 就是因為… 我欣賞了 他不明顯是古增的音樂 即是他懂得彈 不是在裝模作樣 可能他是音樂家 對… 他明顯說彈剛才那首歌 你說是否恐怖 恐怖 我覺得是恐怖 很厲害 他在音樂重遺 一聽也知道要怎麼彈 其實他存在在這裡很久 這是靈界之音 他知道你的音 我覺得有善良的、有惡意 我覺得他沒有惡意 但你說顏色有分 顏色是… 我聽大師說 顏色是… 綠色是功力深厚的 會是一些妖之類的 他們說妖會高到陷 就是妖精 對,妖精、樹妖、山妖、山精等 但不一定是壞的 我覺得人也有好人懷疑 對… 看看他之前的前世是甚麼 是怎樣離開 或者他是很自然的 他沒有受過痛苦 沒有迫害過 只是他不去輪迴 但修煉了 修煉了 可能他真的成為了一個地位 綠色了 一個地位 對 綠色的顏色就是奠定他的實力 他的力量有多大 是 有人會看到黑色嗎 一邊看電影的黑色就… 黑色是最壞的 很厲害 我相信黑色是最壞的 黑色是最壞的 這樣就糟糕了 我知道白色是最輕的 最沒問題 最基本的 白色、透明看的 最輕的 是 大部分人看到的都是透明、白色的 你見過了嗎 我還沒 我不想見 我也還沒 我不用 尊重的 尊重的 我不會特別去看電影的 有時我覺得 你不是想見就見,對吧 我覺得他也不想讓你看到 他不是特意教你 是你自己… 其實沒有教你 那你去墳場就挑戰他 墳場真的挑釁 而且鬼王… 因為鬼王有能力可以控制他們 而且鬼王計算過 他知道這個時候一定會做事 因為這群團友不相信 不相信之後他就不會尊重 或是會輕視或是鄙視都不定 希望他們其實是一個善心 你們希望跟每一個界別 都不要太過不尊重他們 Jose,到你現在的組織 然後有自己的組織 你還有沒有類似鬼王的角色 有甚麼演戲 不是,還有現實中的 有這個人,有這個師傅嗎 但你去到那邊的 你也有很多… 聽說沒有 香港沒有 我相信其他東南亞的地方 就會有多 如果你去到其他地方 在東南亞演出 你會否有類似師師 我不會特意去拜訪 除非你真的有事發生 因為每個地方都有霸和會館 有一個華應的地方 譬如我們粵劇界的… 每個地方都有一個守陀 我們一定會去拜會 有甚麼事,他也會照顧你 這樣吧 你有試過在你演出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你覺得奇怪的事嗎 我上次也說過一遍 一個故事發生在自己身上 另一個故事 另一個故事就是… 因為我自己因為而受傷 是 我記得在鄉村新界的地方 開演出鄉村演戲 我當年… 當一場… 我先想想一下 當日是剛才是美興 我演了一場戲,叫寶蓮燈 沉香蓮舞等等 劈身球舞 當日他們圍村 很喜歡在寺堂請吃飯 或盤菜等等 通常我不想吃 當天有個同事跟我說 即是戲班的同事說 George,你今天不舒服 你臉色那麼差 其實他已經提示了我 我覺得每逢有意外發生 可能真的有訊號 會有些暗示 那個已經演出完了? 還沒演出,準備 我剛回到去,準備吃完飯 就上台化妝 我就不懂,我懶得吃飯 我上去或拍攝電影 所以他覺得你臉色差勁 他覺得你不舒服 他覺得沒有藥,可能不夠睡 當晚如是自己化妝 化妝後就演出 到最後尾的場地 我突然看到有些類似很大的鷹 我無法分析,在演戲 有幾隻鷹的鳥飛進來 站在棚頂上 是否真的有這些鳥仔 很大隻,我也不知道 未必有這麼大隻 他又不是黑色 通常看到烏鴨 黑色是烏鴨而已 對,有雖雲 但它有顏色的,有點白 類似一些野生的鴿 白鴿 不是全白,灰灰的 有兩隻站在上面 我們也看一看他甚麼事 觀眾也是喜紅的 因為他很大隻 很猛獵 觀眾 他從外面飛進來 我猜測到半夜三更這麼晚 哪有鳥飛進來 原來我不知道怎樣 然後我下一場演出的時候 就出事了 有搭了報警六、七尺 話說我要站在火爐上 打個胸,側手回落地 我上去都還沒站暈 就全部報警都倒閉了 好 我全人向後倒 被木坊堵裂了我 尾尾尾尾三的尾龍骨 全棚的觀眾都看到了 我隱藥中看到那兩隻鴿 在上面,然後飛走 好像來工作 做完後看到你的領事 那就走吧 即是我們人與人之間 今天是搞定,走? 對 劫數難逃,我深信 那場戲不用做了 台下倒了,你就想… 我立即叫白車 那兩節 幸好剛才是美戲 很多觀眾見過 我去醫院 很多同事和我一起 美戲的意思是…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但你剛才上台 做到下半場了 做到下半場了 剛才是動作,沒有搶劫 如是者,我覺得可能會有些事情發生 我自己不知踩到 冒犯了某一部分 我看完醫生後 我立即追究 到底我又是否做了一些規矩 問誰 問當地搭氣棚的工人 以及辦事的人 因為我跟她說過 每個戲棚 如果每年都演出大戲 是不需要打貓和制伯父的 真的不需要做這個儀式 但萬一你的棚移動了 有超過多少呎 那就要重新做一個儀式 因為移動了 即是重新等於棄屋 要重新做敗四角 敗四角… 不是重新做一個星期後 只要重新做一個星期後 他們所有主辦單位 Joyce,你不如快點買一些寶珠 我們先去廟宇拜完廟後 再出來祈禱 拜完所有四角 有甚麼得罪的話 真的不要慣 後補給他們 沒錯 有驚無險 Joyce說你從遠到近 遠就是墳場 直接去探靈,直接去找她 近就是劇場 你自己… 近這10年 看到那兩個夥計 你解釋了 對… 古堂席未必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獎 我覺得是靈界朋友 是靈界朋友,靈界中的獎 我覺得他會來奉命行事 或者是你監察 我覺得很有趣 人的劫數一定會… 難逃一劫就視乎你大還是小 其實我也覺得多善多福 他只不過令我痛 少許教訓吧 受傷… 教訓你 先教訓你 因為我可能犯了規矩等等 有否拜他們其他事情 有少許懲罰 他又不是真的想… 又不是要奪你命 其實我們新屋入伙也好 或者演唱會,例如愛戲 也要拜四個 一定要拜神 拜神也要 如果拜四個,原來好像是… 是靈界 拜跟他打招呼 沒錯… 打給臉、幫幫忙 對… 原來不是拜神 拜神就是另一種瘋神 沒錯,很有趣 其實我覺得是例多人不怪 是 認識多東西 例如你走江湖去找食 一定要知道你的規矩 是 現在你是否… 我想從小到大都會 有這個習俗,學戲的 但現在你本身很重視這件事 會 一定會 我覺得是前者自己經歷過 聽過前輩的故事 我們一定要做足 例如去某陌生的地方 一定要問這裡曾經有否發生意外 或者是地方是否靜土 如果是有大災難等等 要做一個超渡 超渡是更加嚴重的 這個其實是要尊重的 也是一樣 信不信由你 對 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規矩 謝謝Joyce的分享 謝謝 我其實還要再聽 是嗎 好的… 謝謝… 我爸爸的秘書 在雜誌的姐妹看見我 這就是你的女兒 我的堅持一定不是,很激動 回來審問我 是兩大雜誌,青春姐妹 是演過的 是,那時候是我唯一可以在兩邊拍 這麼好? 你真壞了嗎? 對,楊寶寧那一屆 那一屆二十個入圍 二十個是差我一個 十九個都是我的朋友 全部都是模特兒 不過只是發作不同的背景 工作去報名 對